嗨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歡迎回到銀針律師 好 大家看我們今天在開場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來談論的主題就是最近最火紅的 理科太太被衛生局開罰的新聞了 這件事情起因於理科太太幫一家醫療器材廠商拍了一部影片 介紹有關於子宮頸癌自我檢測的遺器 影片播出之後被衛生局認定為違法廣告 而開罰20萬元的罰還 但是因為第一次跟這樣子的產業合作 所以我並不知道應該要被核准之後才可以上傳影片 我覺得非常的抱歉 衛生局開罰的理由是因為藥事法第66條規定 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 英語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畫或言詞 申請中央或直轄室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並向傳播業者送業核准文件 而理科太太的影片卻沒有經過事先申請核准這個步驟 首先就被認定是違法而被衛生局開罰了 那有些人可能會有疑問 藥事法第66條規定不是針對藥物廣告嗎 那理科太太介紹這個東西並不是藥物啊 怎麼會被開罰呢 那是因為藥事法中所稱的藥物呢 是包含了藥品以及醫療器材兩種 那其中藥物的部分呢是指 具有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藥品 或是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 或是中藥或其他具有療效的處方 至於醫療器材的話 那就比較複雜一點喔 醫法條上面的規定呢 是指 用於診斷、治療、減輕、直接預防人類疾病 調節生育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機能 而非以藥理、免疫或代謝方法作用於人體 以達成其主要功能之儀器、器械、用具、物質、軟體、體外試劑 及其相關物品 理科太太影片中所介紹的子宮頸癌自我檢測器材 是屬於可以診斷人類疾病的一種用具 所以把它歸為醫療器材 我想這個應該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啦 但是你知道嗎 依照這個醫療器材的定義喔 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接觸到的許多用品 也都會被歸為醫療器材喔 譬如說像是隱形眼鏡、保險套、衛神明條這些東西 都是屬於醫療器材的範圍喔 欸這是真的並不是我在亂講喔 隱形眼鏡因為具有改善視力、改善身體機能這樣子的作用 而且它具有侵入性 所以是被歸為第二級的醫療器材 只有零有藥商許可執照的人才可以販賣喔 欸這時候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們女生愛美會帶一個角膜放大片呢 對它叫角膜放大片 並不是瞳孔放大片 雖然呢角膜放大片它並沒有矯正、近視、度數這樣子的功能啦 可是呢它一樣是被歸為第二級的醫療器材喔 所以呢你不要傻傻的去日本買了一堆角膜放大片回來 那想說用不完就把它上網拍賣 對不起喔你這樣子就會被衛生局開發囉 還有啊衛生棉條 衛生棉條的功能其實就和衛生棉一模一樣嘛 而且還更好用 銀針律師呢只用過一次喔就愛上了 因為呢它就是無色無味又讓你活動很方便啊 可是呢只是因為衛生棉條它是放到身體裡面的 所以呢它就和衛生棉有著不同的命運 它就被歸為第二級的醫療器材裡面 那其實這一點銀針律師是真的搞不懂啦 因為呢女生有月經是很正常的身體現象 並不是因為生病了好嗎 那它到底是符合藥事法第13條有關於醫療器材 哪個部分的定義呢 而且可以放到身體裡面的東西很多啊 像是 痾你知道的嘛 那所有這些東西都會被納入是醫療器材嘛 好像也不見得吧 只是因為這樣子讓台灣的女性在購買棉條上面 有很大的不方便 在選擇性和方便性上面都差國外非常的多 我覺得衛福部這部分真的可以好好再考慮一下 再來 保險套 保險套應該是有符合藥事法第13條的調節生育的目的 所以被歸為是醫療器材 但是我還是覺得是哪裡怪怪的啦 因為如果說調節生育就可以算入是醫療器材的話 那牆壁是不是也算是醫療器材 好啦開玩笑的啦 欸保險套呢 因為它還是具有預防性病 預防艾滋病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呢它被列入醫療器材應該是可以說的過去 那大家這樣子就知道囉 不要想說聽說國外有什麼保險套很好用 所以呢就上網請人家代購回來 不好意思喔這樣子你就犯法囉 真的動不動就會犯法 真的是亂事用重點喔 是不是很棒啊 好啦抱怨了這麼多 那最後還是要來講個結論 關於理科太太愛法這件事情喔 你的律師是覺得理科太太真的有點委屈啦 YouTuber接業配嘛 覺得這個產品可以 那業配起來跟自己的形象也符合 跟廠商談好以後那就業配啦 那你說如果一家醫療器材廠商 他都不知道事先申請核准才能去廣告的話 那YouTuber怎麼可能會知道呢 還是說這個廠商其實知道要事先申請核准 可是他們卻是藉由這樣的方式想要去進行炒作呢 嗯這個就太陰謀論了 我們就先不討論好了 不過這件事情喔 真的告訴我們 就像銀針律師一直以來在跟大家強調的喔 法律真的是無所不在 並不是你不想去招惹他 他就不會自動來找你喔 所以呢除了大家平常要多看銀針律師的頻道之外 也建議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什麼事情 最好也都先養成諮詢律師的習慣 才能夠避免無望之災喔 好啦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節目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律師說真話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